有一些颜值很高,演技又好的明星,出他多年都没有火,陈子涵就是其中一位,他出他多年,一直不温不火,有颜值又有演技却没火,也是让人很诧异,陈子涵还被对视千年老二, 不过他低调的性格,也是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,陈子涵毕业于北电,因为颜值高还跟蒋勤勤,今悄悄成为北电三朵花,陈子涵在读书时期就是女神级别的人物,进入娱乐圈之后,也拍摄了很多作品,在一天屠龙记饰演败荣帽的阿里,神雕侠侣中的孤芙,神话中的吕翅等等, 这些角色他都尝试得很好,演技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,不管什么角色陈子涵都把握得很不错,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,陈子涵的古装扮相也是非常美,精致的五官,一双大眼睛也是很有灵气,让观众印象深刻,陈子涵塑造了很多古装角色, 每一个扮相都特别的美,但是他依旧没有大火,他出,到多年都没有传出过碑文,只有揣他口臭,不过这些都是网上的传言,有没有口臭也只有他的丈夫,跟合作过的男演员知道, 陈子涵真的是一位很不错的演员,有颜值又有演技,可能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角色,要不然他早家伙了,陈子涵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大火,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是很顺利,跟同事演员的戴象宇走到了一起,戴象宇比陈子涵小,是名副其实的姐弟烈, 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,也是很低调,虽然没怎么秀恩爱,但是,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也是很般配